身为南投县第二选区 草存中辽地区所选出的民意代表 县委员蔡明轩 这任职以来为了县内发展与县民福祉 都是积极地来做努力争取 在本次南投县一会 第二十届第一次定期会中 首先对于县警局规划合属办公 如何维护远景执行安全 蔡议员也是表达关切 希望县警局能够妥善规划 针对我们从去年开始 就开始实施的一个合属办公 然后当然我们县长也是同意要 慢慢地恢复警力分三阶段来恢复 可是我觉得最快也是要到年底 那合属办公 我要就叫一下我们警察局长 你觉得好还是不好 我现在想要请教的就是 那被分属办公 每一个派出所是不是 每天八点到晚上八点 只剩一个员警在那边执行 我讲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好了 今天如果一个杀人犯 追着一个民众 跑到了警察局办案 你觉得警察那一位同仁怎么办 他是不是要跟着 我们的报案人一起跑出警察局 今天如果拿着枪跑去警察局 我问你 我们的那一位同仁 他手上可以拿着什么 来防范这位歹徒 他是不是只有警棍而已 那如果今天他遇到一个 歹徒拿着冲锋枪 重新警察局 你怎么办 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那一位同仁如果因此 殉职了怎么办 你们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那连一个配枪都没有 我现在邪教一下 县长的随护有没有配枪 有 有嘛 县长的随护 我们议长的随护都有配枪 那你一个警察 在我们的派出所里面 连一把枪都没有 那我们今天的民众谁知道 这个派出所里面的园警竟然没有配枪 介于我们去年我们的双冬发生一件 很非常震惊的一个命案 那如果今天我们的受害者 跑到警察局想说要寻求保护 结果你警察连枪也没有 连我们的同仁也要跟着跑出去 至少你要给我们的远警 有一个保护的功能吧 不然他如果真的遇到 有精神异常的一个精神病 跑到警察局骚扰我们的远警 那请问如果今天有远警怎么办 我们身为警察局长 我们还是要保护我们的远警嘛 因为对于教育处体健客人力 以及营养午餐费用调长问题 先远蔡明轩在本次南筹县议会 第二十届第四定期会中 也专程提出探讨 希望县府能够重视问题点 适时的做出改善方案 让教育处工作业务顺利推动 造福学子 我们营养午餐的问题 还有我们运动场所的问题 所以我这边想要就教一下 我们的教育处长 处长你知道问题到底处在哪边吗 我们的蔡科长要负责我们的 全县的体育活动 还有我们的孩子营养午餐问题 还有保健问题 那你觉得他一个科研到底够吗 你有跟我们县长来反映这个问题吗 我们国民运动中心 赶快提出一个什么时候可以完工 那你看他 再来我们大型活动也都是要靠他们 再来我们的日月坛永度也都是要靠他们 那你觉得他这样办得过来吗 办的品质会好吗 彰化一个县跟我们 一样都是一般的县人家科研有那么多个人可以来负责这么多的业务 来处理我们学校的问题 那你看我们的蔡科长 他只有一个科研怎么有办法解决我们这么多的问题 难怪今天一整个上午大家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嘛 那我再请教一下 刚才有我们其他议员同事问到的 请问你知道现在一个滷肉饭多少钱吗 滷肉饭应该30块就有了啦 一颗乳蛋多少钱15块 一个滷肉饭加一个乳蛋就45块 那我们一个小孩子一餐才多少钱 45块难道 所以我们的孩子营养都不够 所以大家一直在讨论我们营养午餐的问题嘛 那所以 也我们希望教育处我们好好的来 为我们孩子的营养来把关嘛 所以这个 包括我们这个SARS书菌的经费 每年其实都还有剩嘛 那 那应该你要跟县长建议说 我们要是调改我们孩子的费用问题啊 净零转型减碳作为 是现在国内甚至是国际上相当重视的议题 县府如何响应一起落实环保 也是县远蔡明轩相当惯性的方向 他希望 透过跨局处式的同力合作 让县内政策 推动更符合国际环保法规 那我这边我可不可以就教一下我们副县长 净零转型与减碳作为 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因为这个是属于跨局处的一个政策 这不只是我们环保局的事情 可以看一下 在2022年 1月14号 这是我们张立善县长 我们云林县在去年1月 就已经成立了因应气候变迁专案办公室 下一页 他那个时候 一样1月14号就举行了节牌典礼 我们云林县我们的隔壁县市 也是算我们国民党的一个县长 他们就知道未来这个的重要性 下一页 那请教一下 碳边境调整机制 CBM是什么意思 我们CBM有定出口口碳含量 如果超标 最重要就是会被扣到我们的碳关税 我们都知道我们台湾是以出口为主 尤其我们中小企业 我们平常也是要照顾 下一页 为什么会说今年欧盟已经开出碳关税第一枪 将在今年2023年就要开始施行 后来有延期到2026年底 2027年就要施行 这是今年的事 所以为什么我会提到云林县政府在去年 就已经成立了 因为他们已经很早就开始一个 来做准备了 你可以看到一下 如果进到欧盟 初期管制这几个行业 相信我们南投县 我们的工业区蛮多这个行业的 还有我们很多中小企业家工业 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这个代表什么 我们如果没有先为他们做准备的话 他们的产品输出到欧盟都会被扣关税 那怎么跟其他的国家 或是假设其他县市做得比较好 我们怎么跟他有竞争性 这个也相关 当然我们农业处 我们南投也是以农立宪 所以怎么赶快因应这个措施 才是最重要 而在响应环保推行政策的同时 中央也有定定许多的补助方案 希望协助国内的产业来做推展 对多项补助方案 县越蔡明轩也指出 严际的县市政府都积极办理说明会 也希望南投能够跟上脚步 协助县内产业来做推展 我们经济部工业局 在今年2、2023年4月17 就开始推动低碳转型一个补助 南投县我们中小企业非常多 尤其草屯非常多中小企业 制造业只要9人以下 你看最高可以补助到300万 10人以上可以补助到500万 那我们怎么还没有开始宣传这个呢 这个其他包括台中市 彰化县云林县 他们都很认真在推这个 可是我还没看到 我们有对于这个 有没有去对我们中小企业 做一个辅导 我知道去年 去年我们在工业区 我们蔡北会立委那个时候 他就已经有在去那边 做一个座谈会 可是我到现在还没看到 你们有没有什么座委 我知道我们许舒华县长非常认真 但是我希望我们县府上井发条 不要让我们许县长 因为你们的动作比较慢 造成我们这些中小企业 这些老板会觉得 县府好像没有在替他们做些什么 所以净零转型简碳作为 我要在这边 要拜托各局处 我们这个是要跨局处 一起来做一个努力 赶快把这个讯息传递下去 不要到时候 每个县市都做了 我们南投又是最后一名 好不好 为了带动县内产业发展 如何避免人口外流 也是县府需要积极来做规划的一个方向 县运参明宣希望县府团队 在县长许舒华的带领下 能够持续来做努力 让县长政见之一的 移居南投这个目标 能够尽快的来达成 我们每个名义代表政治人物 都在说 我们要为我们的南投县的青年 做些什么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南投县的年轻人 一直不断的外流 外流外流 县长的我们口号 移居城市 我们怎么让外县市的人 移居到我们南投县来 变成真的是适合居住的一个城市 这边我要拜托 我们县府也要好好来做一个努力 不要让我们的南投 人一直越来越少 也不要鼓励 我们的年轻人往台中市去 我们这几天我看到 包括我们所有的议员一直在提的 南投感觉好像20年没有改变了 我非常开心 我们许县长 不再像我们前县长这样 观光城市 观光首都 我希望我们南投 真的是可以变成适合居住的 移居城市 留住我们年轻人 草屯镇新丰重化区的发展 是县远蔡明轩极为重视的方向 在本次南投县议会 第二十届第一次定期会中 他也提出了多项建言 盼县府能够重视并采纳办理 让此地区能有更好的发展 新丰重化区 我们可以看到它 在15年前 至少15年前就已经规划了 就重化好了 我们可以看到它发展得非常好 另外一边比较大的区域 这个在95年的时候就办理初刊 它重化总面积总共92公顷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内容 它已经在民国96年8月 就已经完成 送到我们的内政部了 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 经过了十几年 快二十年了 这一块还是没有什么变化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前县长 一直没有来重视我们南投的整体发展 我看到我们的很多议员是在提 我们看到园林寺 园林寺它在园林大道怎么重化 还有我们台中是我们的文新南路 一整片也都重化好了 那我们南投县这几年 好像没有看到什么大的一个发展性 我也有听到我们县长 未来对我们土地重化好像会努力的来做满 我这边希望再把我们草屯新丰里的 一二零十九二十年一起并进去 这边是什么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南投县跟彰化县的一个交界 以往芬園乡 嘉兴村 嘉老村 或是我们乌日的西围林 都要经过这边才能到我们的草屯来 为什么我们草屯一直能够发展 就是因为我们边边有我们的芬園乡 还有台中市都在这边 所以造就我们草屯 人口可以一直不断 不会像其他乡镇这样下降 那我希望 可以纳入另外开出来这一条 它打通之外可以接到我们的中头公路 这边如果再重化完 可以看到这一大片 这比我们原本的新丰 新丰重化区还要好 那我们未来要推的青年住宅 是不是就可以设置在这边 那我们如果这边好好的来做 这边临近国道三号 中头公路 国道六号 那这边是不是可以作为我们南投县 我们草屯村未来 让我们年轻人可以移居到这边 县内医疗资源不足的情况 是县内各界相当重视的议题 如何有效提升 保障鲜明健康以及生命安全 先远蔡明轩也认为 医学中心的引进势在必行 所以请县府要多加努力来做争取 我们的南投是位于我们台中彰化南投 我们是一个区域的医疗的一个 一起来合作的嘛 对不对 所以现在我把云林嘉义也一起并进去 因为大家 这个从以前 上一届大家一直在讨论医学中心的问题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医学中心 在我们这个区域里面只有 台中 中国医药大学 台中农总 中山医院 张基 这四间是医学中心的对不对 好 再来区域院 台中我们可以看到仁爱医院 台中总医院 慈济啦 秀传 童众和医院 彰化医院 包括我们云林的台大分院 中国的北港 嘉义长庚 圣马尔定 这个都只是区域医院而已 所以在我们南投不是没有区域医院 我们的南投医院 跟我们普理基督教医院 这个也是区域医院的等级 所以在我们南投县内 幼名医院 竹山秀传 普隆 还有我们的草屯的中国分院 还有区域医院 这个他们其实等级都是一样的嘛 我们缺的是医疗的专业人员 跟我们一个好的医疗院所 我希望的是 我们怎么引进医学中心 来这边设分院 那怎么在这四大乡镇 我们还有病床树 怎么去像你讲的 再请医学中心来这边设置分院 盖分院 盖比较一个现代化的设施 然后再把他们的医生 护理人员引进来才是最重要的嘛 另外我希望 未来我们可以争取 国家级的高龄医学 基于健康福祉研究中心 尤其我们南投老人化非常严重 我们是可以结合老人医学 常照专业社福健康促进 这种方式也一起并进来 这个相信中央都会非常乐意 来为我们设立 我也是希望我们卫生局 可以思考一下 这有没有规划的可能 跟我们许县长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努力 一起来做一个讨论 另外有鉴于肠病毒疫情的严重性 为了确保县内幼童的健康安全 先远蔡明轩在南投县议会 第二十届第一次经济会中 也坚请县府 能够规划疫苗补助政策 让0至6岁的幼童免费施打 我们肠病毒目前病例 非常的严重 尤其是它的疫情 有上升的一个取向 2017年以来是最严重的 我们五月上旬 就医就已经达到2.3万 尤其是我们肠病毒七一型 是最容易导致重症的 尤其是五岁以下的幼儿 得重症的一个族群 是非常危险 所以明轩在这边 也要提醒我们所有的家长 要特别注意 再来我想要请教一下 我们的肠病毒 局长 我们有没有疫苗 国外也有疫苗 可是这样一剂 现在有没有补助 明轩这边要建请我们的县长 我们能不能把你的 我们的预备金 能不能拿一些出来 补助我们县内 0到6岁的儿童 可以来免费施打我们的疫苗 能不能在我们中央还能补助的时候 我们南投县率先 当第一个来补助我们 施打免费的肠病毒疫苗 在南投县议会 第二十届 第一次定期会 县人员蔡明轩用心问证 提出许多 有关县内发展 及县民福祉的建言 希望县府能够施量 如何完善政策推动 并积极执行 让县内的发展持续提升 明信问评论专题采访报答